近日,中超第六轮一场比赛在上海海港与山东泰山之间进行 作为首位执法中超的女裁判 川妹子谢力军以出色的表现 与两队一起呈现了这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谢力军是亚洲联精英助理裁判员 目前在四川大学景江学院体育学院担任瑜伽、足球、台球课教师 当记者走进四川大学景江学院见到谢力军时 他正伴随着悠扬的音乐 带领学生们随节奏缓缓吸气、呼气、尽情舒展身体 他动作优雅流畅 仿佛一只展翅欲飞的白鹤 每个伸展都充满了力量与和谐 与中超赛场上英姿萨爽的裁判员判若两人 谢力军告诉记者 中考时他以体育特长生的名义 推荐进入四川省巴中市恩阳中学 虽然学习的是田径 但他也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去从事与足球相关的行业 因为我之前的这些田径的所有的基础 大学的时候那个足球老师 当时呢因为在 他在为四川省这个女子后备力量 这个选材呢去做一些工作 那所以他当在田径场看到我跑步的时候呢 他就问我说 哎你身高这么高 又是学田径的吧 我说对的 他说那你有没有兴趣 就是去尝试一下足球裁判 我说那足球我是看不懂的 我连脚球和球门球都分不清楚 他说没关系啊 你只要有兴趣去尝试 有任何疑问随时来问我 我当时就因为这句话 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 就开始了尝试这个学习足球裁判的道路 从零开始 学习足球知识并不容易 谢力军探言 理论知识虽然理解起来较快 但没有踢过足球的他 对足球运动的理解还是存在缺陷 因为在场上一开始我们是没有分主裁和助理的 那虽然现在我是国际级助理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一开始也是需要去拿哨的 在场上呢 你就会发现就很多时候 当队员两个有争抢的时候 一旦我的位置失去了 那这一刻呢 我可能就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动作一出来 他到底是犯规 还是说接下来他即将是一个合理的争抢 对我来说呢 其实是涉及到我的知识的一个盲区了 我只有清晰地看到他接触到对方的脚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犯规了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呢 是最大的一个挑战点 后期的时候呢 第一是通过这个看比赛 第二呢 就是通过我自己呢 去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 这样呢 来提高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目前 中超首位女裁判的标签 与谢力军绑定在了一起 对于大家对他的关注 谢力军也直言 在国外女性裁判 早已参与到男子比赛中 其实 大家如果有去经常关注到足球的话 那么都知道其实以欧洲为例 包括离我们比较近的 像韩国 日本呢 他们的女性裁判呢 其实早就已经参与到男子的比赛当中了 其实 很多 这个 球迷 他们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让女子参与到 这个男子的赛事当中 大家可能有都知道 我们像 韩国 日本 还有欧洲这样的球队 他们女子的这个 水平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不比男子的这个水平和节奏差 所以 我们女子呢 想要更好的去发展 想要走出 国门 走到亚洲 甚至走向世界的舞台 那以后面对的呢 就是这样的强队 谢力军日常 除了上课 还将进行自己的体能训练 将身体状态保持到最佳 每一周呢 基本上至少是 五到六练 那另外一天呢 就是放松的一些 让身体呢 就是达到一个 肌肉一个良好的放松 这是我那个 就是体能方面的一个 最主要的准备 另外呢 日常呢 我还会去观看比赛 包括就是成都荣城的比赛呀 我都会去观看 包括欧洲的一些比赛呀 我也会就是通过我们的网络 去观看这些比赛 每个周末 我都会有这个女子的联赛的 一些执法工作的任务 在球场上 英姿萨爽的谢力军 在校园的瑜伽课堂上 又展现出了另外的一面 四川大学景江学院 审计学2023级学生 王兴岳表示 谢老师平常 与学生交流的时候 非常平和温柔 在赛场上 又是非常的酷 他们都很喜欢这位老师 谢老师在课堂上 他是一个很温柔的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一家嘛 然后他也会鼓励我们 对于不会的知识什么的 会让我们自己尝试 然后同时他会 他做的最好的 我就是他在 教一个新的知识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 然后要尽力的 去尝试自己 在学习一家的时候 也同时可以学到一些人身的哲理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据悉 2012年起 谢力军参与到女子超级联赛工作中 2018年成为四川省唯一一名国际级裁盘 今年谢力军职财过2022亚足联 印度女足亚洲杯 国际足联U17女子世界杯 2024年乌兹别克斯坦U20女足亚洲杯 还是2023年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赛场上 唯一的中国裁判员 谢力军优异的职财表现 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